蔡淳安学友 当年就是刷到最后有面试机会的21位中 唯一录取的一位 钟灵祥学友日昨寄来的下列和格心得 也证实了吴老师半年前的估算的正确性 毕竟最知道无视日文的教学成效者 就是开发无视日文这一套 Decodology解码是日本语教育工学的开发者本身了 钟灵祥学友的相关分享如下 最后我想分享我考日减的心得 考试前我顶多把无视日文的讲义读手外 就做了几回模拟试题就直接去考试了 这也是为何电脑上课记录的时数 在上次应试N2之后显示仅增加5小时的原因 换句话说钟灵祥学友总共就是听课385小时 然后自行复习语做了几回的模拟考后 就拿下N1斜线E30分 当然半年前如果也可以同日应试N2N1的话 最后市民也计则来挂上机